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写这个Change UI State这个方法是吧 更严格意义上说这个是Change UI State 是在点击了在后台播放的时候 这个状态的一个更新 是吧后台收到一个播放 所以呢我们应该写的更具体一点 因为有时候我们还有在界面上点击 比如说暂停啊点击其他按钮的时候 那个可能是另外一种状态 是吧现在这个是播放状态的 要把所有的现在这个界面上能显示的 播放状态的这种UI要改掉 所以说呢我们应该Change UI State 让它名字更加有意义一点 onplay吧好吧 加一个play onplay 好这样一个方法 那我们就在这个manic.to里面 我们也同时也让它改一下吧 好回到这儿我们应该怎么去更新这个状态值呢 首先这个是传进来的是当前正在播放的哪首歌曲的下标 是吧歌曲的下标 那我们这个里面呢也应该能已经有了 nb3 info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值 是不是相关一些值这个信息我们也有了 也有了 那咱们从界面上来看的话呢 我们要去更新的是这个图片歌名歌手是吧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按钮是吧 这个按钮播放这个按钮的一个一个状态 一个改变 那所以呢我们先从这个position上做一个严谨的一个判断 position如果是 就是它必须是大于 不是必须是这个大于等于零 并且小于等于多少 小于这个np3 info的size是吧 对不对 它必须是是这样一个一个状态 好那么既然是这个状态以后呢 我们就在np3 info里面去获取到这个possession 获取到这个possession 然后呢我们就拿到了当前 当前的这个np3 info的这个对象是不是 拿着np3 info的对象我们就 哎里面的歌词歌名是都有了 对都有了我们就要去更新了 更新我们是需要有这个当前的 然后困托的view里面还有一些个 UI 我们没有拿出来是不是 UI 我们是没有拿出来的 我们来打开 好这个按钮叫什么 这按钮我们把它叫做专辑的 它的id是什么呢 这是跑哪去了 是吧 play pose这两个按钮是吧 这是歌手歌名 哦这个是吧 这叫imageview是吧 叫imageview的话 我们最好把它改个名字叫什么 回到回到刚才那个位置在哪了 这我们在music里面是不是有 看一下啊 有一个叫做 这是专辑是不是 对吧 对就叫这个专专辑的专辑的这个 这个名称会好一些是吧 专辑的这个名称 回到这儿这儿 其他地方没问题吧 嗯 没问题 OK 它我们在 其他的假如说没用的我们可以先关掉 是吧 先关掉 OK 好 它我们先 把这个组件 先定义出来 这是一个 imageview是吧 好 imageview 还有两个 textview textview 往下走 一个是 歌名 最好跟ID一样啊 这样的话我们 未来 要改的话呢 是比较好找一些 singer 歌手是吧 好 两个歌手 然后呢 还有两个 imageview 还是也是两个imageview是吧 还有两个imageview 是不是 两个就是那个一个播放按钮 一个下一首那两个图片 那两个图片 imageview 还是叫imageview 我们就回到这 也是两个imageview是吧 嗯 这个叫做 play pose 我们是我们是用图片的方式去 去去去做的 是吧 不是用按钮的方式啊 这个是next 我们没有上一首的这个这个操控的空间在里面啊 OK 这么几个 这两个对象啊 四个 我们把它在这 二 需要让他view点 file by d id 点 这个叫imageview 对吧 嗯 好 这个是三个imageview 我们先把它先处理掉啊 三个imageview 还有一个是singer 不是singer 是next 他对吧 next 好 这是三个imageview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 两个textview 是吧 嗯 view.findviewbyid id.text textsigname OK好 复制一个 然后呢 把这个singer 也弄过来 好 下面我们这个就 已经出发完了是吧 出发完了以后呢 我们现在要改变里面的一些值 是吧 改变里面一些值 要改变的就是一个 第一个是这个 图片 我们以后再改啊 图片 图片因为要获取这个歌曲的这个图片过来 然后是这个next next不用改 play post这个图片要改 是吗 然后呢 signame跟singer 是不是要改一下 要改一下这两个值 好 等于他 那么他的signame就等于什么呢 signetxt mp3info.get 是不是title啊 设计一下title 然后呢 是singer就是歌手 歌手我们设置一下这个名称是get叫artist 就是歌手啊 歌手的名字 这两个整完了 然后呢 还有一个imageview是吧 imageview呢 我们要去设置一下他的这个 呃 image resource image resource 就把它变一下 变成什么呢 变成我们的 r点 mip map 底边的 应该是play play按钮变成post按钮是吧 嗯 play按钮变成post按钮 好 这三个状态值 三个状态按钮跟按钮跟那个 那个 这我们都改过了 然后呢 现在是有一个是图片是吧 这是要设置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怎么来设置呢 怎么来设置呢 哎 我们在之前 给大家拿过来的一个叫做media utile里面是吧 嗯 media 这个这个 utile里面呢 有一个是要根据这个 这个 id 去获取一个 他所对应的这个看一下 图片的 一个方法 在这个类里面 啊这个类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就获取封面的专辑封面的是吧 专辑封面的一个方法 我们在哪个地方好像之前是不是给我们屏蔽掉了是吧 获取专辑封面还记得吧你看就这个方法 我们之前呢把它给把它给这个屏蔽掉了是吧 还有这个获取专辑的图片 嗯这边有一个方法对吧 所以呢这个方法我们要把它 现在要用了是吧 把它放开 放开当时放开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里面的一个小图标这个图片的问题是吧 嗯反过这个图片没有 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把它换成我们默认的那个图片 对吧 嗯我们把它换成默认的那个图片就可以了 点logo2吧 ok 然后呢把这个呢也给它换过去 这是我看一下open AW里边的图片啊 这个还没反应过来是吧 嗯 没反应过来没关系啊 好 然后呢我们在哪个地方可能这几个地方需要去 需要去调用的对吧 需要去调用的这几个地方我们把它放开 把它放开 嗯 歌曲的名字专辑的ID专辑的ID是否允许用默认的值 然后呢来一个这个这是获取的那个图片 是吧 获取我们的这个图片 这样一个过程 好实际上就调用这个方法就可以了对吧 调用这个方法 好我们回到这他里边的 这个 walk 然后第一个是我们的上下文是吧 嗯 上下文的话呢就是main activity了 歌的ID是吗 歌的ID 那么就是mp3的 ID 然后专辑的ID 那么就是mp3info的 专辑的ID 可以 然后是是否允许用 默认图片可以是吧 然后呢是否是small的 那么是 两个small 那么返回回来是有什么呢 就是一个叫bita bitmap 是吧 把一个bitmap 我们就把它叫做 lumberbitmap 对吧 好这是获取我们这个专辑的这个图片 获取完专辑图片以后呢 现在我们要进行改变这个图片了对吧 就是他我们要把它在这儿 给他 sit一个 叫做imagerbitmap 放上去 对吧 给他放到这上面去 把bitmap给他放进去 就ok了 这就ok了 那我们就看一下啊 试一下这个效果行不行啊 这是 回调 回调这个播放状态 下的 UI 设置是吧 UI里面的这个设置 好 起来 现在我开始进行操作了是吧 看一下有没有啊 好就这个吧 嗯 嗯 看吧 就已经这已经改变了是吧 你看这个图标已经已经变了 对吧 图片就是从网里抓 图片就是在mp3那歌里边的 这那歌里边把它查出来了 对吧 把它查出来 怕什么 嗯 对吧 它就也换了是吧 对 你就可以 进行改变它相关的一个状态 你看 它不同的这个 有不同图标 但是呢我们已经把它 这个固定完大小是吧 嗯 固定完大小就只能是48乘48这个大小 ok 嗯 嗯 普通的歌曲它的定格 那个图片是 是不一样的 对吧 嗯 好我们这个状态就 可以实现这个改变了 对吧 嗯 当然如果有你想再加个有些地方 在这个界面也可以加个进度条的 对不对 嗯对 你可以加个进度条行不行呢 也可以因为我们就有一个publish 那个方法 嗯 什么publish那方法你也可以给它设备一下 它是个进度条可以不要在这上面去设置 就可以搞定了 是不是啊 嗯 那么你在这边设置的时候呢 你再写一个改变进度条的那个 那个那个 side blockwise的那个方法 它会不断的去调用这个方法 是吧 嗯 ok 好 那么这一步状态我们就已经设置完了 那么因为刚才写的那么多的代码的 这个意思就是 为我们后续更新状态也打下了一些基础 所以我们写的代码比较多 那么在下一个界面要改变状态的时候 我们就简单了是吧 因为前面已经把很多基础的代码已经 已经打了 已经写了是吧 现在这个按钮还没有触发触发这个相关的事件 我只能重新 我要把它关掉啊 ok 好 那我们这一小节先到这好吧 下一节我们还有啊继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